工人在装修小明新家时受伤了,他可以申请哪一种保险理赔呢? A. 公司的劳工保险 B. 小明的房屋保险 C. 小明的余散险 D. 以上皆是 答案是D哦! 正规的装修公司应该为工人买劳工保险 但如果没有营业执照和保险,工人可能会跟屋主索赔 就会动用到小明的房屋保险甚至余散险了 所以记得要找正规的装修公司哦!